大家好,欢迎回到我这个礼拜 第30个星期的文色update 我是SM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已经刚刚把这个东 这个旧的这个 王瓜的种植把它弄干净了 因为它的 upfit已经开始传染去别位了 所以要快点斩掉它 所以现在干净了 我们来看一下timelapse 我怎样打扫 OK,刚刚你们看到了 我刚才讲减,讲扫,就是这样子啦 弄干净了它 所以这个要空住 等它新一般的来 我们就开始种植啦 第二样东西我们做的是 这个 种植桶又发生了 有时的水不会停 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是 把多放一个网在外面 给它顶多一点这个pebbles 我示范 如果OK一点 我才放真正大个的下去 来 防止那个这个 竹子跌进去里面 顶住那个水的流畅力 当我成功了 我就再update你们 关于这个水桶的update 来看看番茄 你可以看到有开始红了 也是有很多chimp的 还有一些花 等下 平常我都会把它整整一下 整了过后就给它们生 我昨天其实有剪了一些 跟加了一些那个tape 在这边 你可以看有个红红的tape 那个tape是防止它们倒下来 所以现在头中了 因为很多果在头 所以我要用它tape来帮忙 支撑它 就是这样子啦 我这个番茄的update 等下星期六我采了 就跟你们讲我采了几多 刚刚把我的这个番茄 瘦了粉 所以这个星期六再接下去拍 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瘦粉只是用那个vibrator 整整整就可以了 这个是比王瓜更容易 所以整整就有果了 所以希望给它生多点果啦 星期六可以采一点 因为有一些开始红了 所以给我太太采了 她比较喜欢 采料就给你们update啦 alright 今天又是星期六了啦 so大致上是没有什么变化 有一点点的番茄在这边 等下我们会采 before我们回我们采一采 看这边有红红的番茄了 这边啊 这边有红红的番茄 so等下看一看 然后采料再给你们update一下 你看 现在这个遮太阳的 已经开始破了 没有办法啦 所以就慢慢给它们开 过后热了才打算 因为我看有多人 连这个布都没有放 都可以生存 所以我们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so照样给它们生 这个siphon 我已经把这个网拿起来 因为太小 so那个pepper会从旁边 静静到它 到最后满起来 会再改一下啦 迟一点 因为今天也差不多 今天星期六啦 差不多要回了 因为刚才我割草 so大致上是ok啦 你有看到这个文色里面 还有青青的菜 那些菜长得都ok 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你看这个黑黑 就是那个黑色的防太阳的网破了啦 不用怕 我们也是这样子种 它慢慢越开 就越破了越多 就比较多太阳啦 so可能对它们比较好 因为生长比较快一点 比较多太阳 不会折住这样 其他的大致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啦 嗯 嗯 对啦 这个是长豆啦 长豆还没有生 还没有开花 有一些网 我已经加了那个盐 砂糖和砂糖的材料 所以现在要看它们长得怎样啦 加不多啦 只是加差不多120ml这样子 那120ml还要参了 所以也是变了比较少啦 so大致上是这样啦 for这个温色 啊 等下我会给你们看一下后会割草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割草的 ok 草已经割完了 所以你看了也是蛮辛苦一下的 很久没有个已经生到变森林了啦 so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请给我个like和subscribe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这个星期的温色update 我是SM1 拜拜